有一位朋友Sam Lau 聽了我講的多 就問 How about Lactin型雜素 什麼呢? Strogen and Phylic Acid 植物刺激素和直酸 還有Oxalates Indovigion fruit 即水果裏面有這些東西 Are they harmful? 還有問一個問題 Also why do 驗食症的病人 not have good health if fasting is that good? 他就說如果是斷射這麼好 為什麼驗食症的人 又不要見他們健康 就好了 其實你如果有看我的書 看到我以前有很詳細 這麼多條片解釋 現在我有二三百條片講這些 就今天不詳細解釋 回應大家 讓大家有個概念 就是 營養學就是這樣 他們說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 在實驗室裏面 in virtue 所謂的 在使館裏面 左驗右驗 搞出來的結論 在生物 就是動物 馬牛羊 雞鴨鵝 還有人類 腸裏面 是另一回事 還有你留意中醫 中醫 開親藥方 都是開腹方的 就不會是單方的 即是說不是吃一樣東西 是吃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吃這個東西下去 可能很有毒的 看看你的劑量 你吃其他東西下去 就平衡了 中醫為什麼要搞這麼多美一起煲呢 就是因為它是互相制衡 說了那麼多 就是告訴大家 哎呀 牛仔和猴子 不會問這些那麼蠢的問題 因為他們沒有營養學去讀 有營養學去讀 就多了很多這些東西 當然 話說回來 如果你是病得很厲害的 或者你是吃得很 很不平衡的 有些吃得太多很多的 可能會出問題 但是什麼時候見到 隻馬 或者是大份醬 吃這些東西 就是搞出這麼多這些東西 給你所提出的化學物質 去搞的呢 沒事的 沒事的 只要你平衡去吃 要吃一些 你跟著我們所指示的 不是指示的 不要說 建議 一般專家所提議的方式去吃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便要了解我們 是怎樣飲食的方式 所以便要上這麼多課 所以寫得到書 所以要錄這麼多片 明白嗎 好了 不要說我長氣 你不了解這些基本 實是很多這些疑問 結果越問越多越去找 越鑽牛角尖 結果就不敢吃了 被人嚇得的 你嚇得的 你嚇得的 你就是放棄了 這樣 不知道這樣 行不行呢 好 提到腌食症的問題 長哥很大聲地說 說了百次 腌食症不是斷食來的 腌食症是一種很病態的心理狀態 我們斷食的定義 我的定義就是 很開心 很有信心 很有行心 去吃少些東西 令到自己健康 腌食症是不會健康的 因為他的心理有問題 他是抗拒不想吃東西 我們不是不想吃東西 我們是想吃東西 只不過我們是故意不吃 故意吃少些 去達到一些 預先定的很良好的 很有建設性的 很正面的目的 行不行 嚴食症肯定就不是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我又是說 就是那些什麼 什麼基金30 什麼 絕食抗議 或者飢荒那些 那些雖然他們都是吃少了 但是不是我們心目所說 就要吃 好 很多謝Sam 希望我剛才講的一些 即使你未解釋 很詳細解釋到 解釋完了 不想再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不想再詳細講 就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你自然會明白的了 在這個方向去想 好嗎 信自然 大自然 永遠是對的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用 傳給其他人看 希望你可以舉一番三 拜拜